台积电龙科案要沦为苗栗大浦案的翻版吗 也引发了先针地再招伤的质疑声浪 而因为台积电宣布不进驻龙坛之后 竹科仍未撤回扩建案 当地民众今天也再度前往抗议 而竹科管理局则是强调 即便台积电不进驻 仍然是有其他的开发计划 不过园区范围会做调整 反征收 护家园 台积电龙科案引发民怨 居民19号早上前往竹科管理局 誓言抗争到底 我们世代在龙坛居住百余年 要我还有一口气 我滴死不从 市则中央政府征收民地 眼看台积电放弃用地 不解为何还是要征收 因为这次第三期扩建案 原本预计征收多达158公顷土地 有87%都是私人用地 将造成约3800元 得因此破迁 有国才有家 我的家在哪里 我的国在哪里 你老板先不顾 你顾财团案 顾什么顾 不只居民情绪激动 更有地震系教授痛批 这是苗栗大谱案的翻版吗 先征收再招商的做法 是威权时代的做法 是公然抢劫 不是土地征收 但逐科建管组强调 即便台积电不进驻 扩建案仍会持续 台积电融合案不但引发民怨 更掀起政治波澜 针对专家质疑 没有提出事业计划书 管理局也澄清 依照程序会在公厅会后再提出 居民从小到大生长的土地 如今被征收作为科技用地 让居住正义和国家发展议题争议 扶上台面 记者随机间新竹报导